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们真的误会了 那位周老先生他是中国舞蹈协会的负责人 本来我们是约好了明天才见面的 后来他的行程有些变动 提早了一天到吉隆坡 我们也是刚刚才接到电话 就赶过来了 他行动又不方便 所以才会在酒店见面的 子明 你不要这么生气 知识不知情 而且也是因为他太紧张你 所以才会造成误会的 我不是在生气 我只是觉得 对菲菲不及 菲菲办了我们这么多 可是却被你误会了 菲菲啊 真的不好意思 抱歉 菲老师你不要这么说 这一切都只是误会啊 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要解释清楚 也许最近 我和彦老师来往的比较密 所以才会让彦太宁会作应 其实我只是觉得 彦老师是很有才华的舞蹈家 如果被埋没了 就太可惜了 所以才会想着要帮忙他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了 彦太 我今年年底就要结婚咯 改天我介绍我的未婚夫给你认识 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对不起 是我造成你的困扰 该说对不起的事我才对 好了好了 反正都搞清楚了 是一场误会 那么就把不开心的事忘了吧 是是是 对 老婆 我知道我不能给你安逸的生活 我是我不好 谢谢